世界居途两大国 美国跟中国 这两天根本就是紧绷着神经 各自有要事正在发生 来请看 集团请上来咯 中国大陆政府高层 扩大监管一些的重量级的行业 尤其包括了像网路啦 平台这些等等 在外在害怕吗 快速把钱撤离开中国大陆 你看人民币会说话 已经扁到了6.51了 来到了三个月来的低 两个月扁了2.4 还有林准会7月份 也就是这两天 2728正在开会 在开会的重点 也麻烦齐展教大家 而且开会之前 你看美元人家走强了 人民币是扁到三个月来的低 美元是走强 来到了两个月来的高 你看升了这么多 所以请问一下 梁建大师您的看法 好 这几天我们发现了 中国股会在山沙 那发生什么事 我们十六个字告诉大家 叫什么 社会主义铁拳出击 资本主义闻风窜逃 为什么呢 很简单 你在外面赚多钱 你有没有回馈给政府 更精准一点说 你有没有回馈给党 党没有拿到好处 为什么要来让你们做这些事呢 所以他就告诉大家说 我们这时候要来打击这些 例如说教育产业 这些科技巨头 这些在赚很多钱的 你有没有拿回馈给社会呢 网路电商平台 对 所以你透过赚那么多钱 资本主义太过兴盛了 所以我们要压制一下 好 所以这个原本都大家觉得 中概股的事情 中国股市虽然弱 可是没有到暴跌 可是这几天暴跌 尤其是昨天收盘前 发生一件事情 大家会吓一跳 原本呢 中国境内的投资人 在昨天下午 大概两点多三点的时候 发现一件事情 他们的国债期货 忽然出现抛售潮 中国大陆的公债期货 出现抛售潮 对 我们准备一张图给大家看 中国十年期公债期货 对 国债的期货商品 对 所以它往上涨 代表这个价格是往上的 就是持续往下 你可以发现 因为之前中国股市在跌 所以有避险的概念 所以期货往上涨 往上涨 往上涨很合理 可是在收盘前 忽然一根大跌 这就是这一根 对 大家想到底是谁在卖 然后呢 刚好彭博社 就发了一篇新闻 我们回到刚刚的字卡 发了一篇新闻讲说 有传言美国的大的基金 在大卖中概股 除了卖中概股以外 连它持有的A股都卖掉 甚至连港股都卖掉 所以才发现 其实前天就在跌了 可是昨天的收盘前忽然的大跳水 然后包括连人民币都大跌 所以就有外资大退潮的疑虑 推动了股市跌 然后人民币的走扁 然后再次三杀 所以到底它是不是有大窜逃 因为全杀下来了 我认为有 我认为有 但是有一件事很重要 就是事实上呢 中国的股市 中概股以外 A股 其实内资为主导的 所以外资卖 其实正常来说没那么可怕 可是他们自己的恐慌 有点多杀多 所以才发现全面的下跌 所以中国大陆境内的人民 也自己在抛售股票就对了 那人民币后市 好那人民币我会认为呢 因为它已经跌破了六点 我们之前六点五大关嘛 所以从升值转成 现在是走整理的格局 那我认为了 它并不预期 它会是走重扁 它会可能 例如说在六点五到六点五七 中间整理一阵子 不会重扁 那对于亚币 大家都很担心嘛 如果人民币重扁了 那亚币会不会跟扁 因为第一个嘛 你有亚币进扁的题材 第二个 会不会所有的资金都离开亚洲 那这个就跟等一下 我们要讲的连准会有关系 您不要以为不可能 每次全球金融风暴 黑天鹅来袭 都是这样子 股市会市会扩散的 重跌重扁起扁 对 没错 但我会先说 目前看起来是间接影响 为什么 韩元是扁的 可是台币今天还好 扁上去都拉回来 来 我们秀一下分时图 韩元是扁到十个月来的低 台币的分时图 台币分时图 本来害怕的是在这 这扁到三个月来 三个月后 的低 可是到最后 品牌信我会给您 所以齐展 这九成的时间是升的代表 代表说其实外资 至少对台湾的信息还没有崩溃 所以没有出现 也不会出现 亚币进扁潮 应该说还没出现 那会不会出现 我们等一下告诉大家答案 现在还没有 对 还没有 OK OK 来 好 那但是 因为明天早上 有联准会的会议 如果美国有动作 就有可能是 人民币先反应 韩元跟上 那如果没有动作 或是台币 加野币跟上 就有机会了 所以有可能会引发 亚币奇变 好 那联准会有什么动作 我们直接解释给大家听 对 因为联准会正在开会 对 在四个小时 就公布答案了 那我认为这一次市场预期 大概有七成的机率 维持QE规模不变 那我们先想结论一下好了 维持QE规模不变的话 那股市不用太担心 对 最近还是有宽松 对 没错 但是有两成的机率 他预告即将缩减量宽松 两成 对 因为其实在这个月 月中报的记者会 应该说听证会 他就有说 目前看起来经济没有快到 要马上缩减量宽松 如果他有动作 他会先预告大家 我跟你讲 这是美国央行联准会 罕见的说 你不要猜啦 你们不要慌啦 我这次特别啦 破例啦 我要做绝对会预告啦 这样懂吗 所以某种程度 也在打强心针 对 所以有可能 例如说 在20%的状况 有可能他说 我们七月维持 量宽松不变 八月不变 可是如果九月经济很好 那我们九月就开始缩减咯 对 有可能是这样 但是会提早告知 对 会提早告诉你 那另外最后的10% 是他直接输手 这最狠 对 这个比较狠 为什么 因为你看美股 昨天没有 但是前天这个礼拜 到底是创地址新高 那大家都觉得通膨压力很大 所以有可能逼他提早去动作 那会引发什么效应 我们分两个阶段来看 第一个以美元指数来看 美元指数呢 我们刚刚有看 是慢慢往上走的嘛 所以你要重点观察 他如果是多头格局 看来是支撑 所以九二这个区间 不要破 基本上就续工 很简单 那破九三点 我们之前讲过嘛 就是一个很大的底部形态 完成往上续工 第二个是美元对台币的走势 那我们现在虽然刚刚早上有看到28.11 但其实慢慢又回来了 表示什么 27.5到28.1 这个区间整理的格局还没有穿破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我认为什么 如果真的例如说有 所以你QE或者预告 那可能美人真的会冲上去 那你看到例如说28.2 28.3才表示什么 有新的方向出来 那我要个答案 如果美元指数听好 快速升破93.5 美元如果真的升破93.5 台币的28.1 三个月来的低就会再扁 人民币刚是来到6点多少 6.51 6.51 所以6.51或6.6 这些就还会继续在 做扁破的方向 所以盯着93.5的美元 它强亚币就会完蛋就对了 好 我告诉你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 也是我颇紧张的 之前预行预告过 美国的通膨有点失控 我们先来看个数字在这 特别帮你装了6月份 美国6月份的核心 消费者物价指数CPI 是4.5% 这就是我吃一碗牛肉面 涨多少钱的概念 但是我买美国十年级公债 它给我的殖利率就是 我买十年级公债的利息 它给我1.24% 赚这些利息 不好意思 牛肉面还是这么贵 被价格物价通膨给吃掉 所以1.24减4.5 既然美国十年期的 实质殖利率 转为负的3.26史低 你会觉得奇怪 我的负的3.26 跟旗展的文字当中 也是今天看到的新闻里面 看到的负的1.12不太一样 解释为什么 好 这基本上是算法问题 有两种说法 一种比较简单 一种是直接减掉 我们刚刚说到的核心CPI 另一种是跟什么 GDP评减指数比 评减指数 对对对 因为那个就是算GDP的明目 跟实质GDP的差异 可能它从这个方式来算 所以会有一些差距 但不管是哪一个 最重要的是 不管是哪一个都创历史新低 都转负了啦 史上首件转负的 十年级公债殖利率 是 实质值利率是转负的 好 那这件事情 你表示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就是你真的长期投资公债的投资人 将被通膨吃掉 造成你的资产缩损 没错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大的问题 我们像我们做投资的 很简单 如果我们不会不太大 我了不起卖掉 我卖别的 可是如果今天是养老基金 今天退休基金 你是个国安基金 你可以随便调整部位吗 你搞不好一调整市场 就大大变动了 所以这时候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是你今天如果是养老基金 你要规划未来三十年 规划未来五十年的投资 可是你很明显的知道 你近十年都被通膨吃掉 那你要不要转 你必须得转 那你要转 你很有可能 资金有加快转进 风险投资的诱因 这个时候 如果股市继续涨是没关系 股市跌了 那这时候你就会出现损失 所以这些养老基金 这些退休基金就很麻烦 齐展要个答案就好 也就是大家盯着看 如果继续十年级公债 殖利率是负的 贫负的使低 第二个 这个大家追买债的价格 评创新高 是不是等同于 避险的心态越来越浓厚 如果伴随股市在下跌 那铁定的股市修正 将会加重 对 没错 感谢您讲得真好 谢谢您请回座 你看吧 我在乎的 我们担心的事情 果然逐一地呈现出来 开始结论了 从属方姐讲起 刚刚她说了 这个苹果公布了季报 有好有坏 好的呢 是上一季的成绩单都不错 坏的是在本季第三季 为什么这个营收 跟上一季比较 跟去年同期做比较 既然成长幅度没有到很大 你本季还是有新机推出呢 就是大家会担心这个了 另外一个呢 台素生一跟大疆生一 结盟参与了何康生 这家公司的私募 属方姐刚已经把关键剧带出来了 因为呢 大疆它本来就跟美国的new age 它是美国很大的健康饮料 跟直销公司哦 所以呢 三强结合 等同在美国市场领域 这块大饼 他们是吃得到的 所以呢 生计铁三角果然成型了 我们就看仔细了哦 相关概念股看一看 尤其是未来的业绩重心 现在要保护您 因为台股修正大概十多天的时间了 麻烦自己股票自己检查一下 如果呢 已经出现了两大手方姐 这个写出来的讯号 一个呢 是资减价弱 随后马上出现了资增价弱 全部都是逐利大户出厂了 散户最近去了 然后呢 大量区的下缘 这根棒子也破掉了哦 这两个讯号如果都有 那么就印证了中石户 是个股票 它是出厂的 是狂卖的 那么您就要小心要避开 刚刚有教学 危险的要避开 安全的就比较可以抱着了 今天大家可以讲到 投信第三季的任阳国 不外乎呢 四大领域 电动车 IC设计 走的是液基面 第三代半导体一生计 走的是投信的新任阳 所以呢 您要跟上车 还是要跟下车呢 刚刚他说的好 如果要跟上车的话 投信买很多的 把它对上去 这个成本价区呢 跌的跌 这个成本价区刚好跌到这儿 投信的买盘不离不弃哦 您就可以跟进上车了 可是呢 如果它已经跌到成本价区 投信准卖了 实现也破掉了 或连月薪都破掉 那么不行哦 投信它已经下车了 您也要跟着下车了哦 所以举例后面的这个 您就看一看了 投信还真的有买超 但操作应对 要自己刚刚有上车 下车的审视 接下来 中国大陆 因为扩大监管 外资会怕啦 果然是抛售的 而且呢 这么一抛售 把中国大陆的 鼓 会 债 出现了三杀的局面 我问齐展了 外资有没有落袍 离开中国啊 说yes of course 另外呢 美国 美国领总会的召开会议 现在正在开了哦 所以盯着看 到底呢 缩减资金 缩减印钞票 如果能够是这样 都维持不变 那是最好的 可是呢 还是有人认为 多少少要缩减 这对股市是个加分 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 美股还能够挺在高档 当然呢 美元盯着看了 如果93.5真的转强 那么台币啦 人民币 韩元等等 亚币会随之走扁哦 这样个结论 跟大家做点掌握 因为呢 重要的会议 此刻召开当中 联总会 以上解论分享一下 进广告 回到现场之后 时间交给玉衡 台股怎么办 而且我想听看看 四位专家 对于台股的下一步 他们的研判呢 蜀方姐不是说了吗 台股今天有 幽种带习的味道 莫非是这个习 有一点点不一样吗 马上回来 还没说了吗 我会有点 是这个习惯的吗 我会有点 是这个习惯的吗 我会有点 是这种习惯的吗 是这个习惯的吗 感谢观看